选战加温总统蔡英文 他首波的看板在台北正式的出炉 那么蔡振营的文宣看板焦点 不是放在竞选口号 而是强打政机 像是外商投资台湾减税 以及社会安全网 透过简单易记的口号 配合专业或者是亲切的照片 在不同的地区主打不同议题 就是要强化选民印象 而蔡英文的看板 也在东森新闻独家曝光 谁在选战加温总统蔡英文 第一波竞选看板 也正式在台北街头登场 东森新闻独家职集 工人正在将看板进行最后固定 只是看板上的焦点 并非是蔡英文的竞选口号 2020台湾又赢 反而是投资台湾成为主要诉求 所以在北市都会区 我们就针对像这种外商公司 在都会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 对这些比较有感 那在其他的地方 我们也会针对当地的诉求 那可能会推不同的政策 然后做不同的包装 像这一次我们在画面上 所看到的 也是小英比较专业的形象 那未来在其他地方 或是不同的政策 可能会放不同的形象 在松山商业区 主打精细牌 互动于以往竞选看板 照片凸显专业清新 这是前阵子特别拍摄的 竞选定周周 蔡英文拍摄广告看板花絮 跟着曝光 不走传统选举看板 从形象广告出发 民众看来非常有感 这个投资台湾 这个几个字也很不错 它这个挂的位置也很不错 这个角度很好 它的设计的颜色也很棒 比较年轻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主题 像是西门町的看板 主打社会安全网 照片强调亲切感 蔡英首播看板 在台北一共设置五个点 主打阵机 图像记忆 降低选举元素 接下来在各县市 也将因地设置 不同诉求风格的看板 选战进入最后关键 蔡英正营要透过看板 宣传阵机 加深印象 催促选票 东西新闻 众家老师跟在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